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的耳带会从孔里面穿过来 穿过来会到达摩擦轮这两边 然后进送料 这两个摩擦轮它是成对的 然后我们会把耳带把它给扯出来 这个叫放卷 然后我们把耳带往下面去扯 扯到这个位置 耳带会经过白色的槽轮 然后经过蓝色槽轮 然后再经过这边 我们有个红色的小板筋 然后这边有个洞 我们会把耳带穿过来 再穿过下面的小板筋 这个洞上面 然后的话我们耳带的话 就到达了这个位置 好 从这里穿过来 穿过来的话 我们有一个机构是贝耳带 对不对 我们这里有个机构叫贝耳带 贝耳带的话 主要就是把它扯出来这么一段 然后把它切掉 然后把耳带把它弯折到这边来 然后进行焊接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的焊接的话 主要原理就是通过底部的焊头 焊头发生器 这个超声波焊接发生器 是吧 好 那么如果同学们还想了解更多的设备 想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屏幕上方学习群 我们每晚八点在腾讯课堂 都有一节高品质免费直播课程 给大家学习 欢迎大家前来收听 好 那么我们回到课堂内容 那么这节课为大家讲解的重点 就是咱们这个机构 我们的备料机构当中 用它用到了一条导轨 那么这条导轨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去选型 还有的话 我们这边用到了一个气动手指 气动手指的一个选型方法 这些是我们今天讲解内容的一个重点 好 首先第一个 作为导轨的话 我们在这里 有这么一个作用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气缸 它伸出去 总不能让我们的气缸 单独承受这个模块的力量 肯定不行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要需要一个导向 那么说到导向键的话 一般有这种导轨进导向 我们在飞标设备里面 用到导轨用的比较多的 还有一种是直线轴承加导杆的形式 我们不妨去外面 去我们的这个总装体里面去浏览一下 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直线轴承加导杆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能用到了直线轴承加导杆的形式来进导向 那么这也是一种导向方法 好 接着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导轨怎么去依据我们这个气缸来选型呢 是吧好老师既然说到了导轨的需要依据我们气缸来进选型 那么我们这边的肯定有这么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叫做等进原则 等进原则的话就是我们的气缸赶进 等于导轨的宽度就好了 像我们这个位置呢 我们的设计了 这个导轨了还算是比较大的 是不是说明这个位置的稍微有点设计过剩 设计过剩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一个成本的多余了 是吧 就是这个成本稍微高了一些 我们这个位置很明显可以用一个微型导轨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微型导轨长什么样子 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微型导轨 微型导轨呢有很多种 它有这种导轨加宽型的微型导轨 那么我们这个位置呢 不需要用到这种加宽型的 当然你如果用加宽型的也没有 没有说太大问题 对吧 加宽型的它的稳定性更好一些 是吧 我们呢接着往下看一下 像这种导轨的话呢 咱们都是采用这种什么 我们因为里面有这种滚珠 有滚珠的话呢 说明它是一个什么滚动摩擦 滚动摩擦的话呢 我们以后记住滚动摩擦的摩擦因素呢 我们给0.1 滑动摩擦的摩擦因素呢 我们给0.2 记住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稍微写一下 好 接着呢 我们看到这个导轨的基本参数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选型的一些参数是吧 我们可以到这个导轨选型的行动里面去看 是吧 好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 那么基于等进原则的话呢 给大家写记一下 基于等进原则 我们如何去选导轨 好 如果我们这个气缸的感进呢 它是10 那么此时呢 我们导轨选择10的 或者10以上的都可以 对吧 你不要大太多啊 比如说大个两倍三倍以上的 那就太夸张了 是不是 像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的导轨 我看一下它大了多少啊 这个位置我们用的是20的20宽的导轨 它的成长力已经很足了 已经很强了 那么我们这个位置呢 用的是一个8的直径的这个感进 对吧 那么我们的气缸和这个导轨 也显得格格不入 好 当然这里没它的关系了 我们用既然用到了就用到了就用到了 也没也没它的关系 是吧 只是说了 我们这里有点设计过剩 好 那么如果我们正常去使用的话呢 大概就是用个10的导轨 或者15的导轨就行了 是吧 好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用到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甲爪气缸 或者叫气动手指 像这种气动手指叫什么名字呢 同学们认识吗 好 那么这里来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气动甲爪 它的这一个一些类型啊 以及它的选行方法 那气动手指的种类呢 非常多啊 像我们第一种呢 同学们认识吗 像这种的话 它属于宽阔型气动甲爪 这种的话是外形 这种的话是 它是一种平行的 还有这种这种的话 它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平行型 平行型 这种的话是三爪卡盘 也有四爪卡盘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气动手指 它应该怎么 按照正常的这个选行的话 它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无非是拿它来进行受力分析 我们找到这种平行型的气动手指 来看一下 好 找到了 咱们这个型号呢 叫做SDF系列的 它的钢筋呢 有FY10到FY40的都有 好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 它实际上呢 有这一个 它的很作为的是这个把持点的长度 对吧 我们需要进图表法的话呢 就先算出长度来 长度的话 我们去量 去测量就可以了 还有的话 就是它的把持力 把持力怎么求 我们要求出来 才能够了去选择 比如说是10的 还是16的 还是20的 对吧 好 这个话 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把持点之间的这个长度呢 它是从气缸的这个甲爪根部 到达这个物体重心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去测量的话 这个距离的话是L 那么这个L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有这个横坐标了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L呢 我们可以去测量一下 待会我们去模型里面测量一下 那F是什么意思呢 F是夹持力 也就是说 我一个力呢 去推着我这个物料 防止它从墙上掉落的话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摩擦力成了什么 成了这个把持力去乘以摩擦因素 是不是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那么我们的气中甲爪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那么现在就成了把持力去乘以我们的摩擦因素 它要大于我们的重力 或者等于我们的这个MG 才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是不是 好 我们这里的最好是大于不要等于 是吧 好 这里我是把它写上了啊 那么我们呢 去反对的话 这个把持力的话 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MG除以我们的μ 好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去去给定这个摩擦因素 摩擦因素的话 我们一般的给个0.2都行 所以呢 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2往上一走 是不是 把这个0.2 哎 换成0.2 换成0.1啊 为什么呢 刚刚刚刚刚老师这边呢 有一点口误 好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好吧 为什么我要说是0.1呢 因为我们的μ呢 放在分母 对不对 放在分母的话呢 它的这个分母越小 整个数值是越大的 我们想要的是这个力呢 稍微大一些 是吧 我们呢 都想让它稍微放大一些 所以呢 我们用0.1 0.1的话呢 上面就是乘一个10MG 好 你可以在前面再乘一个安全系数2 好 那么就是20倍MG 是不是 20倍MG的话呢 我们就看嘛 是不是 假设我们这一个我们这个m是1 好 那此时呢 我们的这一个把实力就是200牛 对不对 把实力就200牛 好 这个的话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大 是不是 你看一下这个气缸 它没有那么40缸筋呢 最大才140牛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一个推动的这个力呢 没有这么大 是不是 没有这么大 好 好 说明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只要把这个把实力 以及以及什么 以及我们的这个L 求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表格里面去选择 比如说我们的L了 大概就是这个20 我们去测量一下 这个位置 我们大致量一下 我也不量太仔细了 这个位置的37.55 然后我们再去我们资料里面去找37.55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就在这个位置是吧 37.55 你看一下 它能达到这个把实力的达不到 是不是 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把实力有200牛 但是我们想把这个降下来 降下来就是取0.5的话呢 它就是这100牛 是吧 100牛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37.55 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采用这个什么 5的这个气压 或者6的这个气压值 是不是 这个0.6兆帕的这个气压值 是可以达到的 用这个30 532钢径的这个甲爪气缸 是可以达到这么一个要求的 是吧 好 当然我们用40的也可以 是不是 说明呢 我们就可以了把这个钢径呢 求出来 求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置据了 是不是 好 那甲爪气缸它的一个选行的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呢 用图标法 很多气缸的都是用的图标法 好 剩下的支持点赞 我们下节目再见 这是我们下节目的 我们下节目的 我们下节目的